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佳 国民党昨天举办第一场 总统参选人的证件发表会 没想到高雄市府出了大包 就是观光局长潘恒旭 去参加一家海运公司主办的 小三通首航典礼 却爆出业者已经解散 航线没有申请 租的船只也曾经走私过 潘恒旭今天上午坦承 物业奋计道歉 市府也发声明说 这是潘恒旭以个人名义出席的 这是在切割吗 陆尔会也出面炮轰 这根本是一场骗局 因为这个小三通就包含 金门 马祖等开放的点才可以 高雄其境跟温州的洞投 根本就没有 这家已经注销的海运公司 到底是在卖什么高药 跟中国的统战有关系吗 是不是故意要挑战台湾的法治 那潘恒旭踩到红线 是被骗还是根本一起诈骗呢 想要营造豁出去人进来的假象 这当中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今天我们节目要挖出内幕 还有蓝营的政进发表会 韩国两人成为焦点 韩国瑜又说他不会离开高雄 当选总统要在高雄上班三天 这种承诺还有人会相信吗 还有他提出台湾要当棋子 还是浴缸的塞子的理论 有谁听得懂呢 而郭台铭炮打中天的蔡董 靠中国卑躬屈膝 没想到中天马上在新闻节目的标题 就去反击 政见会变成了韩国蔡三方的大会战吗 初选打成这样子 国民党要如何收拾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一一的解读 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在我右手边立委 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中天好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余美美 中天好 大家好 在资论媒体的吴国栋 中天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温川副主委洪梦凯 中天好 大家好 还有资论媒体的周年晃 中天好 大家好 还有资论媒体的林玉慧 中天好 大家晚安 我们先来看潘恒旭 昨天参加 骑津温州的小三通 首航典礼 大合照 喜气洋洋 这场骑津温州 小三通航行典礼 出席了高雄政要不少 有观光局长潘恒旭 还有高雄立委黄昭顺 高雄市议员钟义仲 典礼邀请函 原本著名是 骑津温州动头小三通 物流仪式 主办船公司 上河海运 还有中国梦促进会 但现场红布条 却大喇喇写了 高雄骑津温州动头 小三通首航典礼 现在却被踢爆 是骗局一场 其实这场典礼 有一整个就是神轨齐航 一个不存在的一个航线 一个不存在的公司 跟曾经走私的一个船只 来进行这一个 小三通的一个典礼 这到底想要给这个社会大众 什么样的一个误解 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他们是 故意要糊弄所有的民众 另外一个就是 他可能被糊弄了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市府要负完全的责任 真的是神轨齐航 因为依照法令 台湾目前与对岸大小三通港口 只有金门马祖 澎湖等13个 迄今根本不在开放之列 对岸67个对口港口中 也没有福州动头 更别说 全公司要航行大小三通航线 不仅要向航港局 申请直航许可证 还要分别向航港局 与对岸申请航线 但上河海运 根本没申请允许 就是他们要求我去 我没有把它弄清楚 我觉得这我不对 我不行要道歉 对 我没有把它弄清楚 闹出风波 立委黄昭顺道歉 高雄市观光局长 潘恒旭也致歉 与高雄市府做切割 近来高雄也出现了很多 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 恐怕是因为这个市长 在忙其他的事情 没有放心力 在引导这个市府 那市府确实要把发条 上景一点 市府官员跟国民党民代 要营造或出去假象 没想到骗局一场 火烧到自己跟市府身上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台湾高雄跟中国的温州 到底是在通什么东西 那潘恒旭去参加 我们稍后再来解析 先来看这个主办单位 是不是大有问题呢 主办单位我们看到 就是邀请函 它上面是有 这个上河海运公司 还有中国梦促进会 好 船公司的部分 我们来看 它其实呢 是在这个今年的1月23号 它的航权就已经注销了 那这家公司呢 在今年的6月的12号 其实也就是前两个礼拜 就解散了 好 那它既然没有 这个合法申请航线呢 而且它租用的船只呢 还曾经涉及走私 所以这家公司 看起来是大有问题 而且你小三通 我们就说景线 这个澎湖 金门马祖等等 有开放的通点 怎么会有高雄 跟温州的什么叫 动头在通呢 那如果你这样 私自通的结果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 猪瘟的漏洞呢 好 那再来看 另外一个单位就是 中国梦促进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我们先看 会长洛宏斌 他是什么样的来头 他也是这个台湾 光彩促进会的会长 那这个会呢 曾经推动两岸和平协议 还有他是中华全国工商会 其实就是中国扶职 担任中央的职位 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是中国的统战单位吗 先请到美美姐 这个部分恐怕是大有问题 他在台湾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去成立一个 这个所谓的 什么样的小三通 这完全不存在的 然后潘文恒旭又去参加 老实讲 这个单位到底背后 是在做什么呢 我先讲 我觉得潘文恒旭 实在太离谱了 我们只讲很简单 他自己都说 这个是货轮嘛 就是他被骗了 请问一下货轮是在货的 请问观光局什么相关 莫名其妙 那更不要说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空投公司 然后也没有这个小三通 这个港口都没有 航全也没有 所以这真的是触犯 国安法相关的问题 那你就算是被骗 你也被骗到 也在太离谱了 那所以就说 整个高雄市政府乱七八糟 那特别是讲到这个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台湾光彩公司 那也不是 这个莱托也是不晓的 它其实一直在台湾 做的是开支善业 它都一直在做 统促方面的活动 促进统促的活动 而且 对对对 都相关的活动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都眼睛盯着 统促党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有注意到 台湾光彩协会 其实常常在干的 也都是统促的活动 那你如果注意去看的话 它跟中国的 这个光彩协会 这就叫光彩吗 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如果注意去看 中国光彩协会 它是直属在 统战部底下的 OK 那很厉害 它的身份 各位注意看 它可不是只是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 有关于台湾的光彩 在中国有一个光彩促进会 在台湾也有一个促进会 对 也是叫光彩促进会 那它同时也是 中国梦促进会的会长 好 什么叫中国梦 那不是习近平的中国梦吗 中国梦促进会吗 很明显吗 它还是这个什么 中华全国工商会 中华全国工商会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中共是1949年拿到政权 这个工商会 1953年就成立了 有早吗 这么早 这么早 对 它在干什么 它就是共产党 党控制的 也就是支持这个 共产党中央 然后在搞统战的 所以它整个机构 都是跟统战相关的 那么洛宏斌呢 他本身就是很早 他大概90年代 就去中国发展事业了 是台商的 所以他台湾人 台湾人 然后很活跃的 那在台商协会很活跃 那又参加各种 这种统战组织 那注意看 他还是中央执行委员 这些相关统战机构 执行委员 也就是说 其实他跟中国 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那今天搞这个东西 那在为了什么 明明 不会不知道嘛 各位有小三通的是哪边 就只有两条航线嘛 对不对 两门对开嘛 金门厦门嘛 两马嘛 那个 马祖跟那个马尾嘛 所以就这两个地方 从来都没有温州 洞头这些都没有 那今天来这么 一个空口公司 已经被 已经被取消了 也没有航权 根本没有 然后这已经涉及到 老实说 国安法方面的问题 尤其后面的这个人 骆宏斌 我刚刚说过了 他其实 我们不要只看他办这个活动 你如果上网去找一下 他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都是跟统战 跟合同有关系的 他是在台湾出了 统促党会出名 是有个白人 其实我告诉各位 他的财力 活动的能量等等 绝对不下于统促党 那他办这个活动 就是说 他并不是我们这个 合法的一个小三通的点 去搞一个高雄 骑金跟什么温州 根本不是 因为他的邀请函是 或出去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所以也是跟韩国瑜 在互相呼应 当然是 所以潘和旭才参加 是嘛 那潘和旭现在他切割嘛 他说他私人行程 然后这个韩国瑜 他本来说知道 后来说是事后知道 那不管是如何 不管韩国瑜知道或不知道 请问一下 高雄市政府 对这件事情 要不要郑重道歉 你可以只是切割说 这是潘和旭私人的行为吗 我请问一下观光局长 在上班时间 有私人行为这种事情 可以这样说吗 私人身份可以吗 再来 你这是公然挑战 中央的法令 你会不知道吗 小三通这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这么几个 对口港口 什么时候冒出 就是你把台湾动作 不见户了 你想通就通 你想通就通 而且请问一下 这个是中央政府的职权吧 你有没有侵害到 中央政府的职权 所以你在那边什么 豁出去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你发的是什么 你是中国梦 你是发你的中国梦吗 所以也就是这一切 他相关的触犯法令 挑战中央政府 对不对 然后而且是呼弄诈骗 那么这些行为 我要讲的是说 什么时候台湾一国两制了 高雄现在变成独立王国了吗 自己就自行歧视了吗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一个切割了事 也不是说这是私人行为 就可以了事 韩市长请你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 那我觉得这个若是违法的 我们有关单位 赶快该法办就法办 对 这个若会说 这已经就是一个诈骗了 年华哥怎么看 现在当然行政院 这个苏院长也说了 要延办 这个部分 有没有办法办下去 今天早上高雄市议员林志宏 已经到雄简去告发这件事情 那也希望雄简尽快查清楚 这个事情它是有蹊跷 第一时间大家就觉得说 反正就草包团队被骗 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问题还简单一点 但是看起来不像是草包团队被骗 看起来是 有人想联合草包团队一起在骗台湾人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两件事情 大概这个案子就破案了 第一个昨天这个典礼 有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 有没有中国的代表 第二个现场有哪些媒体在 有没有中国代表 对有没有中国代表我不知道 但是现场据说台湾的媒体有中视 中视中天 有凤凰卫视 中国的媒体有凤凰卫视 有没有其他中国的媒体我不知道 听说还有很多南部地方的广播电台 也在现场采访 但是民事没有收到采访通知 很多电视台都没有收到采访通知 很奇怪 如果是这个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应该发全宇宙采访通知才对啊 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好的事情 他怕人知道 你不是仲将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对 而且这么好的典礼卫 韩国瑜为什么不去割 留给潘恒旭去割 大家不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蹊跷吗 后来大家去查出来 这个人主办单位的背景之后 我高度的怀疑 他就是一个统战的行为 他是一个骗局没有错 但是这个骗的目的是什么 他骗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家这个上合海运公司 他为什么宣布歇业 然后现在股东重整我不知道 但是据我们对一般公司的了解 一般正常经营的公司 不会说开到一半突然宣布歇业 然后说要 他对外说法叫做股东重整 那通常会有股东重整 基本上大概就可能说 人事上的问题 或是财务上的问题 那这个既然他做的是 照这个洛宏斌 他之前在台湾做的事情 显然跟中国的统战有关 然后呢 再加上今天国台办的记者会里面 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 国台办主任 我不晓得他也是被骗 但是我想国台办主任 应该不至于是草包了 他说我们乐见高雄 跟这个中国三通 所以显然这个是套好招的 第一个 潘恒旭现在你面对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你有心 第二个是无意 有心的话可能会犯法 而且我觉得你该死 无意的话 就是你是个草包 你应该下台 因为小三通指的是什么 小三通指的是 离岛跟中国才叫小三通 如果是从台湾的基隆港 台中港高雄港 只要从台湾本土开出去的 都叫大三通 他不叫小三通 第二 齐津是不是离岛 不是 而且更何况 昨天这典礼不在齐津 他在高雄新光码头 他是在高雄市的新光码头举办 他不在齐津 那这怎么会是小三通呢 你派上去作为一个观光局长 当你收到这邀请函的时候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认为齐津是离岛 谷场也是 问题是他不在齐津 他在新光码头 新光码头又不是租借地 他是货轮又不是客轮 观光局什么事情 而且这个是你观光局 你应该要了解的 最基本的法令规定 法令规定 就是什么是小三通 然后这个港口 更何况温州的洞头 根本不在两岸协商的 三通的港口之一 这个也不是说你要 这不是高速公路 我们像高速公路 我看那位 哪个高雄道路 我就下去了 现在看起来是 好像他们想通就通 你想通好 中国也许可以配合统战 我让你的船开进来 问题是 你在台湾你开得出去吗 好你今天就算你从离岛 我不管你从马祖还是金门 要开出去 你在船只出港的时候 你要报给港务局 你要报航程计划 说我这条船我要开去哪里 你一报说温州洞头 你觉得我们的港务局会放行吗 完全没有 所以才会说神轨齐航嘛 所以这个我认为 我的判断 百分之百是一个统战的行为 那这个统战目的是什么 搞不好这家宠物公司 也有利可图 就是跟上面交个业绩 交个业绩 得到什么样的代价 这我就不知道 那潘恒旭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 第一个 他最少最少 欠高雄市民一个非常郑重的道歉 而不是那个嬉皮笑脸式的道歉 然后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 检方应该赶快查清楚 如果有涉及违反国家安全法 或是说五月份刚删读通过的 刑法113条的外患罪 因为113条外患罪里面规定的是 应经中央核准之事物 未经核准而私自于对方或代理人定约的话 至少是五年以下 如果损害国家利益是七年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检方就赶快把真相查清楚 要办下去 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双方套好招 那潘恒旭到底是知不知道 特别是出这样的一个状况 老实讲匪夷所思 我们就一般的去判断完全无法理解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重点我再补充一下 他说应议员之邀 对不对 那谁要的 哪个议员 因为有兰英的议员 那也有这个黄昭顺立委 谁要嘛 讲出来嘛 还有这个布条 这么大张旗鼓到底谁做的 那你守航你什么时候要守航啊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起承啊 都讲出来吧 所以都听嘛 到底是潘恒旭自己信口胡说还是怎么样 还是后面真的有一些是要骗钱 还是要骗选票 要骗高雄人骗台湾人 我觉得这个要查清楚 对的确 来我要请教孟凯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就我们一般的这个判断 完全无法理解 怎么会出这种情形 对了 我想今天的来宾当然这个一定会义愤填膺 我先简单讲一下 我个人认为看这件事情发展 我直觉是说 他可能是行销夸张的点 或者说吹牛真的吹大了 就这么简单 那第一 我先讲潘恒旭 他也已经有两次的公开道歉 分别昨天下午跟今天早上 郑中文在他脸书上也道歉 而且他也讲过 他个人的行为 其实跟高雄市政府 或者说高雄市 其他的相关单位都没有任何关联 就是他单纯 他自己收到了邀请函 或者说他收到了别人的邀请通知 所以说他前往 那当然 我们刚刚也有讨论 他看到这样子就去了 没办法 霍进来人 这样就出来 刚刚我们有讨论是讲是说 那是谁邀请吗 我也认为说 好就讲清楚 潘恒旭你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就说给钱凑了 那还有就说 是不是这上班时间 说你可以去 那就要查说潘恒旭 有没有请假 如果说他要请假公务行程或私人行程 你也要分得清楚 我赞成 我认同 我理解 潘恒旭你现在是一个高雄市的官员 你拿是人民纳税前 所以说不分蓝绿 不分党派 如果说真的 我们在上班时间该请假 我们要请假 该做任何个人的行为 你就要做任何个人行为 你要自己负责 但是我们也讲是说 也要请你要自己了解 就是说你现在也不是只有个人 你代表是高雄市政府 你代表是韩国瑜的内阁团队 所以说所有做的事情 概括承受 也因此一定要更小心谨慎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讲很简单 这个主办单位的部分 对 我讲很简单两个部分 第一主办单位我不认识 我也无意帮他背书 我只讲是说 第一中华民国是法治的国家 小三通 我们刚刚讲非常清楚 就是只有里岛 金门 澎湖 马祖 大三通是包括15个海港 我们都有这个通的点 但是迄今也不是 所以不管小三通或大三通 基本上迄今是有的 绝对不可能去通 所以地方政府要守法嘛 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讲的是说 现在有没有通 没通嘛 大家放心 就说现在是没有通的局面 那我相信在未来 法令还没有开始之前 也不可能通 我们有海巡署 我们有港务局 任何人如果说 想要利用非法的手段来 那都叫走私 所以说不可能通 那也因此 我一开始开中密讲说 这有点像是行销手法扩大 或是吹牛吹过了 就变成是说这个布条归布条 但是实际的行为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也好 我相信海巡署也好 一定会严格把关 不会让任何非法的手段进入台湾 这个高雄市政府市面 想通就通 还是如这个孟凯所说 一定会严格把关 只是一个单纯的行销 夸张而已吗 国东哥怎么看 这个部分我们就说 这个主办单位 什么中国梦促进会 还有这什么光彩促进会等等 会不会是潜藏 在台湾的中国统战组织 怎么看 我不认为这是骗局 我也不认为这是闹剧 我们先从法律上来讲 航线如果没有经过政府的核准 没有检设安检设备的时候 你带人叫偷渡 你带货叫走私 很简单的 台湾是有法力的 不是随便我有船 我就往哪里开就哪里开 这不是你私人游艇 私人游艇也要出 港口也要经过 它核准你才能出去 没有这么自由的 怎么会胆大妄围到这种地步 洪志勇讲这是闹剧 我同意 里面说这个船是 以前是走私船 以前这个号 这种抓过 抓过一年前被抓过 那他现在为什么敢这样子呢 还是没有 不是这艘船 这艘船还在高雄港里面 假借名义的幽灵船 来做一个幽灵的守航 这哪像骗鸡 我不太相信高雄市政府 大大小小脑筋这么简单 里面绝对有国安的问题 藏在这细节里面 我都甚至怀疑 你下一步是不是高雄市 你要宣布已经跟中国统一 我们高雄市统一了 一国两制 不然你怎么这样 我现在说奉励入委会 奉励高雄市的议员 不要再单单是当名嘴口舌这样讲话 斥责骂 你要用法律来制裁人民在看 他到底为什么法律 赶快找法律来制裁他 人民才不敢 如果说你连法律都没有用的话 我看将来我们沿岸 全部船都可以出去 已经会变成什么了 你只要到福建厦门 你会去看到一栋大楼叫红楼 那栋红楼就是最有名 中国最有名的一个走私集团 叫演华集团 当时习近平在福建当省长 演华集团 那个老板叫蔡商星 他已经走私到规模 被他十几年来被他养大成什么 自己的码头 自己的货轮 他还走私汽油 石油 就自己进来 走私车子 高档汽车 走私香烟 那个是整货轮走后 进来 开始他是靠厦门的码头 就收买厦门的这些海关 上上下打点收买 后来干脆自己开了个码头 船自己停这边 通知厦门那边 有关系行贿过的这些海关 所以我们的船进来 然后你还要派人家 让他这货上岸以后 要送往哪里 你这个汽油 石油要运送哪里 你自成亡国了是呀 最后这个案子终于把他抓到 破了 现在那个码头还留在厦门 那栋红楼招待福建官员的那栋大楼 还在那里让人家参观 台湾你不防备你不制裁 有些高雄市就跟这样子 你是高雄有码头的有安检的 你怎么可以说我小三通首航 那我们高雄港务局你们在干什么 干嘛 所以如果这种东西你不用法力去制裁他 我觉得很同意 王定宇委员讲的 你已经出外犯罪了啦 要严办的最高是无期徒刑 不是只想喊抱歉啊 这我们也被骗了 高雄市政府这么简单啊 市长要选我们的总统啊 他这么简单就被骗了 所以我是希望陆委员不要让高雄市民进党党团议员在那按您申告 你要让高雄地前室办到何年何夜啊 你陆委员站出来 你已经误触华王到最高层级了 这是两岸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国安华 这条罪可以把它搬下去 搬啊 你可以搬 怎么不能搬 这个有什么好按您申告 这又不是告诉乃路 有什么按您申告 公诉罪嘛 公诉你主动要去查 如果会马上通知 相关的人马上调查 这些人全部扣起来 一个也不能跑啊 你不知道他目的是在哪里 你要查他的国安目的 不是查骗急 骗了一些客人上去 就被带到外岛去玩一趟 不是的嘛 所以把观念弄清楚以后 我们才知道说 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 既然已经在高雄市可以进行了 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实在太離譜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形 宜津委员 这外汇罪是不是要把它搬下去 有什么样的市长 就有什么样的部署 其实你一天到晚吹牛 韩国瑜一天到晚吹牛 然后一天到晚胡说八道 讲那个天马行空的 什么统一大宇宙的 难怪会有这样的部署嘛 特别是这个潘恒旭 大家也都了解他 浩大喜功 喜功然后说话不负责 然后我真的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局的局长 因为常常觉得他一下变成无话局长 一下变成新闻局长 一下变成观光局长 我们真的搞不太清楚 这个他现在变成是商务他都要管 然后这个真的是漏洞百出错误百出 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他说用个人身份 那他用个人身份去请假 他说他有请假 好了 好 就算你个人身份去 就算你请假 你一级总管 你没事乱请假 请示假 当然要有重要事你才可以请假 工人员也不是说我高兴我就 我就请示假 你要有室友这是什么事啊 对啊 这是这是什么荒唐事啊 老实讲也没有什么个人名义啦 对 然后什么个人名义 就是因为你是观光局长 人家他会请你去啊 如果他只是单纯攀横去 谁会请他 没错 所以呢 就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这件事我们再回来 你说办得成办不成 办不成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事实发生 还没有真的去 执行未税 对啦 所以只是有一个那个场面而已 昨天我们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实在是被他被他吓坏了 我们突然昨天就看到一张照片写 徐金跟温州执行 而且是在黄焦顺委员的脸书上面看到 来这个这个就好笑了 小三通首行 那事情就很大条了 如果我们在群组里面没有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小三通 哪时候何准这个点 都不知道 对 我们就开始痛骂 第一个痛骂韩港局 第二个痛骂陆委会 第三个再痛骂经济部 我们一路骂上去 后来大家被我们骂的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没有这一回事啊 那没有这回事 那你这个真的是 也真的是太好笑了 后来我们看一看这 原来是梦 又是靠念力 因为主办单位是中国梦处金会 对嘛 对嘛 他给你摆明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光彩的 这非常不光彩 为什么非常不光彩 第一 你这些根本就是呼嚨 或者是诈骗 然后呢 你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去跟中国 这个好理好守 在我们来讲 这个根本就是通敌的行为 在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的状态下 你去做这种事情 这有什么好光彩 这里写的行政部门 马上就跳出来 很快速的就回应了说 第一 他没有 他没有航权 第二 他没 公司已经解散 而且他这样子 可能会有走私的行为 那更 更更 我觉得这个潘恒旭 真的是 头上一缸啊 你还可以当到一级主管 我就说这个市长 真的用人有问题 是 这艘船是 走私 有 有案对 对 有前科 他摆明了这个小山庄是准备走私的嘛 不是吗 他都跟你讲这条船 要来坐这个 准备走私的 你也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 你也去了 对 那我认为黄沼顺委员跟潘恒旭局长 那你们两个 真的要自己好好想一下 这样可以 可以交代的过去 如果你的判断力到这种程度 人民怎么还可以信任你当立法委员 当局长呢 对嘛 潘恒旭问题非常大 但他只是光道歉就没事了吗 还是他事先知情 不管他被骗或是一起骗 恐怕问题都很大 那再来就是韩国瑜知不知道呢 那潘恒旭是说了 韩市长知道了 后来又说是事后才知道了 因为他说他议议官邮局的这个奋纪 以个人名义 这个来参加 所以说是私人行程呢 有没有请假 刚刚我们来宾也都讲到了 再来就说 市长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他后来是改口了 韩国瑜是事后才知道 好 这个部分问题很大 那这会不会就是因为 潘恒旭认为 这个韩国瑜想跟中国通 想到疯掉了 通到了这个结果呢 反正什么人来都可以就去参加 好 那因为这个韩国瑜呢 一直在提说 他昨天政见会嘛 提说他要优先跟中国签货帽 会不会这种情况之下 就变成说 反正市府的各级主管 特别是潘恒旭 有类似这样的活动 就通过去参加 因为要议员这个韩国瑜 他的中国梦呢 来 玉慧姐 我先还原 这张照片 其实是昨天有两个粉砖 那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叫就是篤栏 他们发现在黄昭顺委员 自己的脸书上面 有这张照片 那一看真的是大惊失色 因为黄昭顺是立法委员 那我们对于立法委员的想象 应该像叶宜金委员 这么专业才对 他不会不知道 小三通到底通的内容是什么 他不会不知道说 政府到底有没有核准这个案件 或者是增加小三通的这个 何况黄昭顺还长期在内政委员会 陆委会 所以我们会相信 他应该记得很清楚才对 黄昭顺委员 他竟然敢po出这张照片 表示一定是与事实有据 那但是所以很多人看到以后 就大家就互相传来传去 那我们也当然透过我们很多的这个管道 问了高雄市议员 那到底这怎么回事 上面一看有潘恒旭局长 高雄市议员就打电话到高雄市政府 说问问看 你们观光局的局长 今天早上到底去参加的是什么活动 那他们不确定局长 到底是去参加什么活动 但是他们知道局长是公出 那当然 不是有请假吗 还公出 对 他一开始第一次 第一次讲的时候说是公出 所以我们一听到公出 那是谁允许他的 所以才会有后面去讨论到 这个韩市长到底知不知情 那当然他今天早上又改口了 说是事后知情 他有请假一个小时 这些我觉得都是亡羊补牢 那但是这个我觉得 让大家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跟各位来讲 他们所点名到这两艘船 除了过去战果辉煌以外 因为他曾经走私过很多次 还有这两艘船 已经是40年的老船了 那作为潘恒旭 作为观光局的局长 假设假设 你如果真的小三通的话 你40年的老船 你从货船改成货客两用的话 你要不要去申请 要整个变更 那40年的你的航线又 他本来是这个航线又整个改变了 航道又整个改变 你可以变更的过去吗 那我刚刚讲到 这个黄昭顺委员的不专业的部分 那我也想请教 这潘恒旭的局长 也是超级不专业的 他连这些他都不知道 更何况 因为他毕竟是韩市长的爱将 那韩市长的爱将 未来假设韩市长 如果这个选总统的话 万一他未来 他变成交通这个部长的话 那该怎么办 他这些东西全部都不了解 所以我有三个问题要问韩市长 第一个问题是 这些其实都跟他昨天晚上 他在国政院警的会议上面 他所提到 他说高雄市府的官员 都非常的辛劳 都很认真 甚至于都还爆肝 早上请一个小时去参加这个活动 请问是什么样的爆肝 那这是哪一个定义的爆肝 那你对于潘恒旭局长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你到目前为止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会做什么样的惩处 第二个问题 就如同仲江刚刚所提到的货帽 那你昨天在这个发表你的证件的时候 你说台湾应该要赶快签署货 你知不知道啊 在马总统的时候 他那个货帽其实就签不下来 那现在在美中贸易战 已经这么紧张的一个同时 现在这个国际情势整个改变 那你货帽还货得下去吗 那为什么在你昨天晚上提出货帽的同时 早上呢 潘恒旭去办这样一个活动 到底潘恒旭不会知道 你在这个演讲会当中要提到货帽 那所以我很开心的早上就去办这场 我要来呼应晚上我市长 在这个政界辩论会的时候 他可以讲到是不是这个样子 原来是派上去假冒黄文才跟韩国瑜要稿子 原来是这样 破案了 那第三点 就是刚刚如同这个国东大哥所说的 这是一个多大的国安问题 因为昨天其实第一时间 大家所担心的是 哎呀 他说这个是小三通 只通货不通人 那好 那通什么货 那万一猪呢 万一这个猪会飘来 那过去也有这个中国的渔船 上面他们也有猪肉 万一直接运过来呢 直接运过来呢 那好 那就算 好不是这个船走私猪肉过来 那船员会不会偷带呢 船员会不会偷带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问题 更何况是高雄现在有登革热 那这个登革热的问题 因为很多其实都是境外的 那有一些的疫病的问题 你要怎么去做管控 所以这个其实 我刚刚只是讲到是疫情 或者是实疫的这部分 那国安的问题 你一个高雄市政府 你竟然可以跳过中央 然后跳过交通部 财政部 海巡署 这些所有的单位 然后你自己大株大意决定 好我们要来小三通 然后做了个红布条 那议员跟 愉悦中央的职权了 然后跟这些的这个局长这么开心 我觉得这个时代非常夸张 不可思议 我做一点点补充 其实小三通也一样 他需要怎么 你要检疫啊 还是要有海关 要有财政部的海关 要有内政部的输入境管理 要有卫生署的检疫 要有农委会的检疫 都要的 不是说你想通就通 所以我们才会真的是哗然 我想说这个行政部门这么大胆 所以不知不觉 偷偷的来 来做了这么一个港口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至于从头到尾 这从头到尾 跟行政部门没有关系吗 我们还强调说 这常事 那你们那两位是怎么回事 连常事都没有吗 委员没关系 您不用激动 因为现在连通都没有通 我相信以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制 也不可能让任何人去随便通 不不不语问 那黄中央委员 他有续机长 讲说这个不是潘恒旭办的 也不是高雄市政府办的 他就是潘恒旭 个人去参加这个活动 他去干嘛 他去干嘛 我不是他 我没有办法 不调的是 他们两个看得懂吗 但是我只是讲的是说 他们去 当然他们自己要负责 但是重当时 我们在这边也不要危言耸听 毕竟我们节目是优责的节目 我们还没有通的时候 不要随便乱扣人家帽子 说人家已经 这个就是韩国瑜 未来会解释 不过这个典礼嘛 还没有通嘛 不过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韩国瑜说 会请叶匡时调查 那能查出什么 他请副市长查 那查潘恒旭吗 很简单 高雄市有阵风处 高雄市有调查局 你们没有农掉 你们没有瞎掉 你只要去 永世二号 那个船东把他找来 你有没有跟人家合作 要通 你什么时候要行的 马上就出来了嘛 你现在不必去找潘恒旭 你只要把那船东找来嘛 这艘船有记录的啊 你有曾经被逮过啊 潘恒旭在自己脸书公布 这两艘船的传名 那就要看叶康旭是不是查真的 还是查假的 还是轻轻放过 叶康旭当国交通部部长啊 对啊 内部调查 他能查出什么 内部调查 还是轻轻放过 我刚刚已经举例了 典礼吧 这是典礼啦 还没有真的要通啦 就如同刚才孟平讲的啊 我是觉得啊 讲大话啊吹牛啊 我是觉得说你要当到一个立法委员 黄昭顺比我还资深耶 比我还资深耶 我再说一次 我已经是民进党第二资深的 出我们柯总遭遇 你在交道委会的吧 黄昭顺是你们国民党第几资深的 第二吧 超级 除了王金平以外 王金平以外的第二 结果搞不清楚 黄昭顺也第二 我也第二 他比我还资深 这样够资深啊 好 不要说谁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本常识要有吧 你去了你看到潘昂旭你是什么 你是一级主管 你是局长 你是直辖市的局长 你去你什么都不要说 你总看得懂中文吧 他拉开小三通手航 手航小三通 这几个字你要用常识想一下吧 可能吗 违法吗 这最基本的常识 好 再来关心昨晚国民党首场的总统初选政见会 五位参选人呢 集中火力 炮轰蔡政府 不过焦点呢 还是韩国两人 来看比赛 中华民国 两个地区 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所以两岸之间任何的交流 中国大陆一定要正视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主流意见市场统一跟独立 都是不可能达成 没有个表就是没有共识 一国两制从来就不适合于台湾 郭台铭做总统 向大家保证 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发生 台湾国家定位 郭涵两人继续在外交议题上过招 中华民国的外交 大家都说是凯是外交 花钱外交 败家是外交 这个是一定要改 改为发财外交跟经贸外交 大家都知道中美 就像两个下象棋的 鞠马炮 台湾时常说不要当棋子 两个棋手在下棋 如果台湾只是当一个鞠马炮兵族 时间一到 架子没有就丢掉了 还是我们要换一个角色 预竿要很大 没有这个小筛子 你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泡澡 台湾是棋子 还是个筛子 我赢得大选 必定尊重职业外交官的专业 只有我拥有 与多国领袖之间的个人交情 打现场游戏的人 有个名词叫做开外挂 我就是中华民国的最强外挂 开酸对手吸引观众目光 来因参选人激烈交锋 为初选奋力一搏 好我们这个昨天看到 这国民党的这个首场的总统 这参选人的证件发表会 韩国两人去交点 我们先来看韩国瑜的部分 他在这个外交的部分 他就说台湾要当 美国跟中国的棋子 还是要当浴缸的塞子呢 好这个大家等一下来解读 到底这个塞子是什么的意思 再来发财外交 外交官要帮中小企业接单 真的吗 外交人员变成还要去 要去拉订单吗 再来他保证不会离开高雄 未来呢 如果当选总统 他三天要在高雄上班 如果他这个都进了总统府 还在高雄上班吗 多少高雄人会相信 再来他就说 台湾中国是一国两区 延黄哥怎么样看 网络上有人说 这整段都在鬼扯 听我听不懂 今天网络上最常看到留言 叫黑人问号 因为大家都搞不懂 什么叫浴缸塞子 那万一连洗澡水一起放掉了 怎么办 就其实 昨天这五个人里面 平良心讲 我认为朱立伦表现最好 有像个要选总统的人 那韩国瑜口才很好 这我们必须承认 他的口才真的一厘的 可以把事情讲得这样 活灵活现 讲得好像很有希望的样子 但是因为经过了 这半年在高雄市的执政 我想很多台湾人跟高雄市民 大概都很清楚 你还在脸宵尾 为什么我讲他脸宵尾 我先从这个 保证不会离开高雄 未来三天在高雄上班 这件事情讲起 你现在有没有在高雄上班三天 你现在是高雄市长 对啊 对不对 你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个礼拜 在高雄上班三天 别忘了 他前两个礼拜才讲过 他说难道我不可以利用 假日选总统吗 我一到五当市长 假日选总统 请问昨天是礼拜几 昨天礼拜二对不对 昨天不是假日吧 那他昨天有没有在选总统 有啊 他昨天不是在选总统吗 去参加政见会 对他说不是在选总统吗 那所以 韩国瑜讲的话 他的迟早 每一句堆叠起来 都觉得哇 其实有点像这个 又是口号啦 老实讲 其实我每次听韩国瑜讲话 我就回想起一个 我童年的回忆 小时候 这个爸爸或阿公很喜欢带我去生牙齿 牙齿有一种人很厉害 我们以前叫他 他很会卖东西 你知道 任何再烂的东西 到他嘴巴里面 就觉得这个东西会背天会挣地 而且这有边在边没边 保身体 很厉害 你们叫做蜂蜢啊 你们叫做 蜂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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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真的很像这种人 那每次去夜市看到这种人 你就会怕旁边围一堆人在看 还有看到鼓掌 哦 赞赞赞 可是真的跟他买的人多不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骗人 我只不过是看一下 反正逛夜市没事 我就打发一点时间 我看韩国瑜讲话 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打发时间 因为我知道他讲的事情都是空的 第二个他讲事情 他绝对做不到 比如说想好 他讲这个一国 中华民国一个叫大陆地区 一个叫自由地区 没有错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我们现在的宪法 的确是这样行 但是很抱歉 韩国瑜市长 可能帮你写稿的人 不晓得是要害你 还是说他没有帮 没有 还是他讲了 结果你自己改了 因为这个东西 现在连国民党自己都不太提了 连国民党自己都不太提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他是在一个前提之下 就是在一个中华民国的大架构下 你才有所谓一国两区的论述吗 那你你这一个中华民国的大架构 请问你现在走得出去吗 别不要讲说北京不会接受 你去跟美国人讲 你去跟川普讲 我告诉你哦 中华民国领土包含大陆地区哦 我们只是自由地区 那是大陆地区 那是我们的领土 川普可能会觉得说 你还好吗 你现在你今天我笑还是怎么样 所以韩国瑜的说法呢 那其他很多真的在开玩笑 你叫外交官去帮中小企业接单 他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驻外单位 没有邦交国的地方 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里面本来就有经济部的官员在里面 就有经贸官员了 不只有经济部 以前新闻局还在的时候 还有新闻局要负责对国际宣传 他本来韩国瑜你出国那么多趟 那么多人辛辛苦苦来接待你 人家给你名片 你都不仔细看一下的吗 他上面就写着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而且经济是放在文化前面 所以这很清楚 这个韩国瑜完全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花时间 准备昨天的证件会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东西 就很多是空话 那更不用讲浴缸塞子 台湾要当美中的旗子 还是浴缸塞子 他的浴缸塞子是有论述的 他讲他举是二战的时候 瑞士宣布永久中立国 所以没有被德军进攻 泰国也没有被日军进攻 那今天林佐水马上就打他脸说 韩国瑜你读历史要读通 二战在西欧还有另外两个国家 也宣布变成永久中立国 第一时间就被德军消灭掉 一个叫比义时 一个叫荷兰 不是宣布永久中立国 就不会有人去打你 那德军不打瑞士 是有原因的 因为意大利是他的盟邦 我干嘛打瑞士玩去打意大利 没有必要 因为南欧那块就意大利邦 我搞定就好了 所以这些东西说台湾在国际间的角色 不会只有棋子跟浴缸塞子二选一 难道我们只能当棋子吗 我们自己不能当棋手也下棋吗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根本没有准备好 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虽然他很有企图心 对虽然有企图心 也很会讲口号 妹妹姐这部分 当然外交部分他很会批评 什么败家子 什么凯子外交等等 那过去国民党执政不是也这样做的吗 那老实讲 你现在已经是个市长 如果你还要再选总统 你就要有方法 而不是只有口号而已 问题是他就是只有口号 那我又开玩笑 人家说东北有三宝 人生貂皮乌拉草 那我们这位有三宝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韩国瑜身边 他其实除了寝宗的色彩以外 他身边有很多地方派系 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严清彪严家 张荣卫家族 富坤旗等等的 你会想到黑 想到金 想到地方派系 那更不要说他对这个市政乃至于国政的不娴熟 所以我就说这个变成也有三宝 国民党有三宝 就是什么 就都集中在韩国瑜身上 叫做清中 黑金 大草包 那他只不过是再次验证而已 论蛇灿莲花 我老实说用民粹的语言 很直白的 让你听起来很高兴很爽 那我觉得韩国瑜是第一流的绝对是第一流的 可是除此之外呢 他讲的东西 你昨天看他的证件 我觉得 我觉得观众也蛮伟大了不起的 前面三分钟全部都在听他在讲 谢谢高雄视频 就快12分钟那么长 对 也许跟他讲太困难了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讲 你不要逼他了 然后讲一些 网友也说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 我不可思议 他说有哪个人当选总统 又说庆典要在高雄 然后我一个礼拜在高雄 上班三天 好棒棒 我的老天啊 那其他中央机关跟着你来吗 所以这个人讲话就是非常不实在 那对于这个外交 我更是觉得很奇怪 韩国瑜好歹也当了几届的立法委员 外交部在干什么你会不知道 他很少去开会啊 大概是 发财外交 这个就仲将你第一时间说的 外交官在拼发财就是 怎么会是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的外交部人员是很辛苦的 在海外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有经济组的人员 他确实就说 包括帮助当地的这个侨民侨商之外 然后也会有收集一些当地一些 侨资一些状况 经济状况 那也跟国内有联系 我们的外贸单位 其实也都有派助人员在那里 那个才是第一线的外交兼闭 那是他们专业事务 作为一个外交官 他最重要是什么 台湾的国际处境 那么样子的艰困 你面对老实说 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打压你 你要应付它 你要巩固邦交 你要联络当地的感情 你要拓展你的实质外交 你这些都来不及了 我不客气的讲 你居然变成发财外交 外交是搞这个东西吗 他什么都是发大财 发大财 发大财 发大财简直像 这胡啊嘴刚宽 那变成政治百连教了 讲个发大财就是什么 刀枪不露 就大家真的发大财 还变成一个笑话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 昨天韩国瑜也不过说 再次舌菜莲花 然后呢 他也许这一套 如果过去没有经历过 高雄这么几个月下来的 无能执政 也许刚开始听 会觉得这个有创意 这个人听他讲话非常过瘾 可是当老狗卖不出新把戏 然后整场证件会里头 其实他没有讲出实质的牛肉出来 还是玩弄这种民粹式的语言 然后这个 非常的这个不娴熟等等的 那乃至于两岸的问题 我请问一下 他真的有回答到吗 所以我昨天我看的结果 必须要讲 比如说周锡伟 讲到后来你也觉得 他有点荒谬了 我坦白讲 可是周锡伟张亚中 韩国瑜 你注意看哦 他们都什么 深蓝化 也就是说他们昨天的target 他大概是讲说 可能是很多深蓝的铁粉 守在电视机前面看 如果只针对这些目标族群来讲的话 他们也许是有加分的 可是我看了一下 昨天收视率 不错的 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国民党看 但很多人 因为五个人很老累 看那样大概也不少 那你对那些中间选民来讲 或说真的像有点牛肉的人来讲 坦白说 我觉得那个 韩国瑜这个又是大扣分 所以是法善可承 那整个场戳起来的话 朱立伦确实是 养成是最好的 可是他的讲话虽然轻轻松松 可是我也必须要跟你讲 他有点像明日黄花过气了 他就是激不起那种feel 那郭台铭 他一直要讲的经济 但是对不起 人家说朗诵基 也不是朗诵成这个样子 一直低头一直低头 那个低头了多少次 那你会让人家很没有感 更加讲的很多都是 只在讲到高科技的东西 那其实朱立伦一句话就打破他 就说 你经营一个 企业可能很简单 你经营经济是这样子吗 也就是昨天这样子看下来 张亚中那个就是注注化 所以整个看起来 非常的热闹 但是我必须要讲 很可惜的就是说 政见的这个血肉出来的不多 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批评现在政府 但是人民要看的是说 你的正能量是什么 结果我觉得比较可惜是 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五位候选人 恐怕都要再加油一番 那如果你认为说 只是用舌颤莲花 接下还有几场 你就可以这样互动过去的话 我觉得那是低过 台湾人民的智慧 当然是有五位的参选人 大家在这个关注的焦点 韩国两人 那特别是韩国瑜 他特别提到 如果当选总统 要在高雄上班三天 老实讲说这些 是不是也反映出他的心虚 他觉得有可能是 骗了高雄市民 那现在高雄市民 如何看待呢 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原来当初投给你 其实根本就是被骗了 特别是现在连小学生 连中学生 高中生 是不是也都知道呢 因为现在似乎连环呛 变成高雄市民的一个 全民运动 我们看到已经有非常多位 不要去算几位了 非常多位这个毕业生 也是模范生 去呛这个韩国瑜 每日都有一呛 而且都是有这些 创意的这个做法 那再来呢 就是有一位 是穿着红色衣服的 小熊维尼 结果居然是被工作人员 挡下来了 那维尼大家都知道 是在这个讽刺 这个习近平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韩国瑜还有那个哑量吗 一开始来说 这很好啊 表达意见 那如果同学有意见 可以下台来对外表述 现在看起来 其实韩国瑜 最无法交代的 就是高雄市民了 来 国东哥 朱立伦昨天一开场 他讲 大家听刚刚听 隔壁几位这个参选人 好像在听 朗诵跟演讲比赛 我觉得朱立伦太清晰 也太客气了 这不是朗诵跟演讲比赛 这是一个说谎的一个比赛 看谁说谎说的精彩 以及谎骂 国民党 党中央 吴敦云真是用心良苦 设定一个题目以后 然后让他们去发挥 怎么来骂小英总统 怎么来骂民进党 花五百万 就为了十八分钟 可以在那里唱首一言 大骂特骂 我真的怀疑 五百万给我 我给你骂十八个小时 真的 每个人在那骂的 一个比一个精彩 但是问题精彩不在这里 昨天你为了想看国阵验警说明会的人 不会傻傻子盯着那个电视台 那一台在那看吧 你总会转到隔壁去看看吧 我们很认真 跟乡亲跟观众在探讨 公投法的修正 探讨整个墙面是怎么样 局势怎么样 结果我们那个隔壁那一台 从八点到十二点 两个节目 政论节目 骂郭台铭一个人 从标题骂 来宾骂 主持人骂 我如果是郭台铭 你就花钱把它包下来 广告就打在他那边 他们骂完马上你的广告 他有广告 就包下来替你宣传嘛 演节目一起买下来 节目买下来 换一堆鸣嘴进去 全部讲他好了 不是很好吗 哪里有一个电视台 八四个小时在骂 里面的一个餐血人 我没有看过的 国民党通常你们要不要制止 所以下一场拜托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大家在转播的时候 平心静气一点 那看看五个餐血人 在怎么样练习他们说谎 各种验警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验警 我们都听了很多骂小英总统 独裁专制 什么做这个做不好 国安然后东长 全部都骂完 在野党一定是不是这种党 那是一定的 不是有人在国政验警 是拿这个在做比赛的吗 我是奇怪 你收了五个候选的 两千五百万 我说五独你收了两千五百万 题目就这么简单 人民能接受 你不要把台湾人民 已经看得那么弱智到相信他们 五个人在台上讲的那些话 会当真的好不好 哪一个人有提出真正 他哪可以做出验警出来 我昨天很寄望的是郭台铭讲 我当选总统 我立即处理红色媒体中间团体 该吊灶的就吊灶 该停刊的就停刊 我马上接到民调 我马上支持他 唯一支持郭台铭 不得了 你要讲出你的验警 你不是平常骂的半天 结果你是要给你发挥 你当险要做什么事 你不敢讲了 这就不像一个企业家本色 我反而欣赏张亚中 到最后时候大骂国民党 霍西尼 拖延 怎么样 他花五百万 不是只骂 一定等他又可以骂 我觉得张亚中 昨天这五百万值得 他两边都骂了 他说他要非党员的人来支持他 也许他会真的突破最高票 所以最好玩 还有一个没有参加比赛的 王津平昨天说 我省了五百万 可是我没有讲说 我要独立参选 那我现在搞不清楚王津平 你也不脱党 也不独立参选 你每天在跑行程造势 你要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他也不当副手 所以昨天看到这一场 哪有尿剧 六月还有一场 二十九号 总共有三场 我现在问郭台铭 有一场是中天转播的 你要怎么办 你会不会被马赛克 他也会变一 还是脸色被打绿光绿绿 怎么可能这样子 你们国民党 办一个这样子 总统这么慎重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在电视台过头 绝对要很客观 绝对要很中立 让我们国民党有信心一点 希望孟卡维去建议 吴主席 这样子搞法怎么像话 一定會公正 昨天這個政見會的一個荒謬之處 稍後這個孟口再來回應 我們就說昨天的一個政見會 顯然這個炮口也有對象 這個國民黨本身 特別是郭台銘也轟了 這個望中的蔡董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他說那些外界就說 這個對於富士康 這個在中國有這麼多的工廠 會不會受制於中國呢 他就說富士康對中國的影響大 到底誰怕誰呢 因為富士康只接全球的這個訂單 並非像這個蔡衍民 只做中國的內需市場 所以就不需要像蔡老闆那樣子 卑躬屈膝 迎合中國不合理的要求 郭台銘炮口對向了 這個望中集團的蔡衍民 結果馬上 這個中天的政論節目在晚上 馬上就用標題來回擊他 包括就說學寒無止境 抱歉 我們這字小了一點 他還有包括郭董發言 憑看稿首付印裝庶名破功 打一個問號 再來鬼打牆狂消自己 郭台銘國政願景發表了什麼 也是問號 再來一個發表會變競選廣告 郭台銘論述聽都沒有 好 就是因為郭董在這個政論 政見會上砲打這個蔡董 然後馬上中天就回擊 魏惠姐怎麼看 昨天這個政見會顯然變得 相當荒謬 變成砲口對內 互相變成是郭蔡對打 因為昨天其實如果有看的觀眾的話 大概都會注意到在這個中場休息時間 全部都是郭台銘的廣告 而且他的廣告呢 我們觀察到目前為止 他拍了四支廣告 昨天大概全部都有上 我覺得其實看到昨天這一場呢 有一張今天早上 有一個粉絲社團叫做梗綠 這個梗很綠 對吧 應該叫這個梗很綠 那他們就做了一張圖 這個叫做第一屆 這個罵蔡英文大會 五位的這個候選人呢 其中朱立倫叫透明倫 透明倫 看到這張照片 那郭台銘叫開外掛 那張亞中叫那個誰 然後那個韓市長呢 叫做浴缸塞 那這個我想他反映出來 就是年輕世代在看 昨天這一場的證監發表會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看法 那這場的證監發表會 其實最重要的那個主角 除了蔡英文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沒有在現場的 那人就是習近平 不要忘記習近平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那昨天呢 談到了這麼多 那這些呢 你看看香港的這個目前反送中 即將要來的7月1號 那可能又會有上百萬人要來上街頭 那你回頭再看看國民黨 在台灣要選總統 動不動就是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那動不動就是台灣要如何 跟中國來合作 甚至於有一些乾脆 就直接表明了他跟中國統的這立場 你會讓這台灣人民 在看這個這一場的證監發表會 我的國政願景到底在哪裡 你們除了罵蔡英文以外 你們國政願景其實是模糊的 那更可怕的是你們的國政願景 竟然是要把台灣拱手送給中國 那這樣子的一個國民黨 那不要真的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習近平講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那在下一次的這個國民黨的證監發表會當中 這五位的這個候選人 他們是不是還準備繼續 從這個角度去論述 那他們未來對於台灣 或者是對於中華民國的想像呢 我覺得這事真的是 昨天其實看到了以後 你一方面會覺得很可笑 另外一方面你會覺得很恐怖 很心寒的地方 而且兩個首富在互鬥 我們就說這整場證監會 是不是糟糕了 是不是走中了 昨天晚上 其實我有轉到電視上面去看 那他們怎麼去批評 這一場的證監發表會 其實不只是在昨天晚上 在整天的新聞 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在這個禮拜六要造勢 地點在哪裡 有哪一些的這個活動 然後有哪一些人要準備去參加 然後這整家的電視台 其實對於一個人的一個造神 一個位候選人的造神 其實已經失去了那種新聞的比例 然後但是在你的政論節目 固然是可以表達 你自己媒體的一個立場 但是你的立場竟然是攻擊單一候選人 老實講我也要替郭台銘抱不平 因為昨天在這個整場的 這個政論節目當中 沒有任何人幫郭台銘說話 那郭台銘果然是開外掛了 那希望他能夠用打電動玩具的 這個方式 那能夠讓這個政論節目 能夠多討論郭台銘一點 這不然他就真的是 這個在這個電動玩具的遊戲當中 也有那種 你就不是劇中人物 昨天這樣證監會變成是 單一的參選人 跟一家電視台在互鬥 這完全是不可思議 真的不可思議 我再插一下 不只是電視台 你看看他今天的報紙 五個參選人 好像只有這個參選人 還提出希望政策 表示真的厲害 五個參選人 只有他有政策出來 其他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子搞 我真的搞不清楚 整家電視台變成是一個單一 單一私人的工具 你看那個三個那個標題 我也聽另外一個插一句話 周錫維昨天是 也表現了弱弱大方 可是有時候讓人家聽了 到底是講什麼 美國如果金售不給我們 就買中國的千八 真的有夠三八 我們買中國千八幹什麼 是要防衛中國 有這樣的總統參選嗎 而且你要買 你買得到嗎 中國會賣給你嗎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中國說你不用買 你就變成我中國的一部 我直接跑位你就好了 我覺得你五百萬 就這樣花下去 我真的佩服這些人 真的有錢到這種地步嗎 看那個整個的標題 鬼打牆推自己 郭台銘國政願景發表了什麼 你如果把郭台銘三個字 換成韓國瑜的話 其實這句話也成立 或者是這個發表會變 進學廣告可能不一樣 那郭台銘論述聽都沒有 你如果把郭台銘三個字 換成韓國瑜 好像也成立了 沒有違和感了 也可以用 來來我請教孟凱 這部分昨天晚上的證監會 怎麼會變成 好像內鬥大會呢 特別是光媒體的部分 去對這個單一 對戰對槓 這個郭董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現在面臨這種情況 就韓粉郭粉 已經昨天在場外 已經互槓了嘛 老實講 國民黨在最後的初選階段 有沒有辦法去收刷這個狀況 我們7月8號到14號 就是做最後的電話民調 在這7月8號到14號 電話民調做完之後 7月15號定於一尊 我相信 當然我們就是團結對外 因為初選只是一個過程 只是一個開始 絕對不是結束 重點是明年1月11號的大選 所以很簡單很清楚 那我想現在這個過程 就是一個紛紛勞搭的過程 但是絕對 大家都會各自克制 我想我們五個候選人裡面 已經是殺成這樣子了 五個候選人裡面 其實昨天如果說大家有看的話 我其實大家 當然雖然剛剛來賓 每個人都是你一言我一句 就是忍得不一筆好 那像說團真的是 真的很失敗 那我自己就心裡想說 大家真的愛看又愛忍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也達到目的 因為我們真的看到了 昨天的收視率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好 就是說代表是說 全台灣民眾真的是關心的 代表我們五個候選人 雖然大家也之前 一開始就有講說 沒有辯論不好看 可是我們自己有講說 因為民進黨內部 也不會有辯論 國民黨不會有辯論 美國總統初選 也不會有辯論 為什麼 因為這是初選 初選不可能說 讓大家互相廝殺的太嚴重 因為我們還是要定於一尊 我們是要統一 還是要團結 所以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是我們看到 所有來賓 大家還是很關心 我們看到 全2300人還是很關心 代表是說 大家還是認為是國民黨 出現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不管是誰 一定都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明年1月11號 他要負責一個這個使命 就是要來跟現在 現任的蔡英文總統 來做一個抗衡 來做一個對決 那昨天討論的是 憲政外交跟國防 當然跟蔡英文總統最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 現任總統的職權 那所以過去一定會討論到 過去三年多 蔡英文的兩岸路線 到底對不對好不好 適不適合 以及說未來這一些人 討論的願景 所以昨天一直在談到蔡英文 我覺得沒有不對啊 因為過去的 三年的蔡英文的路線 大家各有公斷 大家各有公平 那昨天五個候選人 各自講出論述 只是我必須 再次重申一點 剛剛有來賓 不知道是刻意 還是無心的口誤啦 中國國民黨 從頭到尾沒有人 接受一國兩制 我們昨天五位的候選 也沒有人接受一國兩制 所以說一而再再上 我們都已經講得清清楚楚 我想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中國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每一個人都不接受 一國兩制的同時 我們應該是團結一心 不然的話 人家中共才會笑 我們說 你看你內部自己都在分化 那最後我只想是說 這個兩個電視台的 韓國大戰 郭菜大戰 當然看得出來 這個其中一個電視台 他可能對於是說 現在人氣最高的韓國瑜 他是有比較寄予厚望 可是呢 我覺得郭台銘先生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還是保持高度的一個風度 都還是保持高度的自治 各自有各自的優勢 我們就拿出來 所以像昨天郭台銘講了一個 說他開外掛 馬上很多人也就引起反應 去討論說 這什麼意思 可能是他過去的經商的 40年成功經驗 確實好像是沒有任何人別上 那韓國瑜他的這個論述 其實說旗子或塞子 也有他一套論述 如果說你真的重新再看一次 他們完整的三分鐘 或是十二分鐘的論述 我會發覺說 每個人都講的有道理 那當然最終的決定 就是讓我們觀眾朋友 來做一個決定 來 易經緯怎麼看 昨天的政見會 當然我覺得最誇張的 就在於這個蔡郭兩位的 這個首富的戰爭 老實講一家電視台 如果是專為一個人 又去攻擊他 這個所謂的專業性公正性 完全沒有 在民主國家政黨輪替是可能的 是可能的 那我們說民進黨可以執政 就是因為國民黨被選民淘汰了 所以民進黨才會 蔡英文總統執政 那這是可能的 將來有一天可能 國民黨會再回來執政 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所以這是可能的 可是你要知道現在的事實就是 小英總統在當總統 那你可以批評 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的批評 還是要能夠得到人民的共鳴 才能夠扳倒這個人 不要這樣說 可是我覺得昨天我 當然最關心的就是郭董 跟這個 蔡董兩位 韓總兩位啦 可是坦白說我是失望的 我要這樣說 你可以批評 批評很容易 但是我沒有看到你們拿出 那你批評完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要怎麼做 你的願景 你的方向 你的政策在哪裡 沒有 然後我在講我 坦白說 這一場我認為表現最好的 真的還是騙不了人 肚子裡面有東西的 還是朱立倫 我要這樣講 我覺得這一場讓我覺得 我好像高估了郭台銘 我本來想說 哇他的失業做得那麼大 然後這個將來是我們一個 很麻煩的 很厲害的對手 可能很難打 後來我昨天真的覺得 所有他真的可能只會做生意 他所有的東西都是造稿念 他所有東西都是 都是助理幕僚準備的 可是我想聽他說句話 畢竟是他第一次 他過去沒有過嘛 對不對 那面對這種場面 第一次南面 我們就來看後面 那第一次你造念沒有關係 你造念你也要吸收進去 你這個外掛 對你來講是好的嗎 這個你如果真的有打電玩的話 這個外掛恐怕是不太好的意思 請郭董去研究一下 我不好意思在這裡這樣 太說 但是我要說的是 你們都沒有真正拿出東西來 譬如說韓國瑜 他說不要當棋子 要當塞子 好你就說 你就說塞子 那你要怎麼當塞子 對啊 你要講出來 你只要說 不要當棋子 當塞子收得很容易 因為沒有塞子 那個浴缸就沒有水可以泡澡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三歲小蛙都知道 可是那個論述 老實講 很多人是聽不懂的 他在講什麼 對 那好 就算他跳躍是 他比較聰明跳躍 他是大宇宙王嘛 可是要告訴我們 那你怎麼當嘛 方法 你要講出方法 所以都沒有 所以這些呢 都讓人家覺得是空的啦 這個發表會呢 這樣辦完了以後 坦白說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 這個媒體 這麼明白 你知道他下來是怎樣 我被打敗了 其實中天的紀錄應該是我 結果我懂打敗我了 我的中天紀錄是反媒體壟斷的時候 一天24小時 每一個小時都超過30分鐘 在批評我罵我 結果我們 今天中天 中字輩的媒體 是每一個小時超過50分鐘 NCC做出來的紀錄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還叫做媒體嗎 這是 我非常贊成這個國東大哥講的 我很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我今天想 你郭董如果可以這樣 他把所有的廣告都買了 那個我坦白說我覺得 那我可以接受了 為什麼可以接受 人家是用他自己的錢買的 不是花你們國民黨的錢買的 不是放公款買的 人家他有錢嘛 而且廣告告訴你叫做廣告 可是你 韓總你的不是廣告 你的是節目 對這節目竟然像廣告一樣 還幫你 打擊對手 吹捧 特定人選 這還能夠叫做媒體嗎 這是媒體 可是你 郭董你也不敢講說 我當選了以後 我一定可以做到真正的媒體 對言論自由 而且不會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樣的事情 我會讓他 絕跡 那我佩服你 真的 的確 當然就是說 到底是媒體還是文宣工具呢 特別我們看到 郭台銘今天也有一個 外面的一個參訪行程 中天的記者又要去問他 結果他就嗆 他就說 你這個國台辦管制的媒體 沒有資格問我 要問問你的良心 就嗆那個記者說 你這是為了中華民國 還是為了國台辦呢 大多威脅 誰怕誰 這句話現在還算數嗎 你去叫國台辦下個指令 給你們老闆再說 少來問這種問題 一個時候國台辦管制的媒體 沒有資格問我 當國台辦的打手 不好意思 你這個薪水 零薪 謝謝 郭董哥 哇 這郭台銘 嗆到這就行 中天已經是不共戴天之仇了 所以郭台銘的幕僚 還是切心眼 昨天如果暗示 他講一句這個重話下去 館長的那十幾萬人 馬上挺你郭台銘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 趕走這個紅色媒體 你敢這樣跟他們講 館長再呼應一下 在節目再直播 再呼應一下 你郭台銘絕對出現的 可是他既然都已經私下敢罵到這樣子 他不敢在國政宴刑裡面講一句 對臺灣那邊你放心 我當總統 不准紅色媒體在臺灣 我當選我要來出力對不對 這句話多強有力 比你講了十八分鐘 不再講什麼東西 那個連看稿都不必看 你只要破口而出 就像你站在川普旁邊這樣子 那個聲勢多大 所以我在這裡又教著他了 不要錢的又教他了 所以企業家的本色 昨天郭台銘是沒有 不是只要棘手這樣兩句口號就這樣 不需要那樣 他可能受限那個稿子啦 所以他可能想說 就躁念 從頭到尾就躁念 失去了這個現場反應能力 你給他這一種東西這樣子嗎 郭董事長 重話輕講 臺灣有句叫重話輕講 越重的話 你越輕的話 人民就說我這個人心有誠福 對不對 你不要急所這樣的幹嘛 你就喊中華民國萬歲也沒用 在這種場面下 你要講出人民心理 最近最夯的就是 紅色媒體滾出臺灣 結果你不敢接地氣接下去 不過才兩天 相隔兩天 還熱滾滾的 現在館長的直播到現在還是熱滾滾的 你私下都敢罵 中天的記者要有良心 可是人家忠實集團就有記者 有良心你已經辭職退出了 你要加冕嘛 你不要只罵他的記者 你要鼓勵他記者 你看看你們忠實一個資深記者 十二年人家已經辭職了 對孩子要有交代 這種話要講出來 可見幕僚都沒有很細心 替他去分析當前的局勢是怎麼樣 所以台上站起來 他跟其他人一樣 又落入那個潮舊裡面 在那裡大說謊 講了半天做不到的 也在那裡亂吹了 那都沒有用處 不管你要是談國政 談國防外交 談國際現實 他講了一句話 昨天有力量 這些各國的領袖 跟他都相熟 也許朋友 他將來要推展的外交 應該比誰都方面 這個我相信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企業家本色 講出你真正拿手的東西 你不要去跟他們混那種 你不拿手的 你自己承認你是菜鳥 那你就不要去搞那一套 拿出你的本色出來 下一堂 6月29號 郭總記住 這樣我們就來看 那一家媒體要怎麼罵你 罵你什麼東西